其實開頭不難的 開頭反而是蜜月期 我們一年後才是艱難 我們不是先難後二 而是先以後難 別人預期你 你已經表演了大胃高伯菲 你已經表演了很多魔術 下一個魔術呢 這個跟上次過差不多 再下一個 有沒有得再厲害一點 我們三個都是練馬豪哥 可能過去一年兩年 比較早排的時候 壓力會更誇張 現在不是沒有 現在像是大家好像在疏度 這半年好像大家都用各種方法 去疏度壓力 但是你說真的去到 會有一種爆裂的感覺 爆炸的感覺 可能是上年 可能是前年 甚至乎有時會有些爭執 磨擦 但現在我們各自都在溝通上 或者在自己找方法上 去疏度 疏度 內外都有 內外都有 內部上的管理上 創作上 這些是內的東西 外當然是評論 輿論 或者評價 好看 不好看 我會再檢討自己多一點 再希望再做好一點 還有 不要再那麼吵 好嗎 好啊 不要再那麼吵 看看遇到什麼事 我意思是可能要生氣的事都可以生氣 但表達上我不會再這麼吵 我現在正在學習 其實我當自己有病來計 我覺得這半年來我一直都在療養 只不過因為一些機緣巧合的事又療出來 而這半年來一直都在用不同的方法 亦都透過身邊的人透過自己 去改善自己的狀態 即是朋友都要幾個人一起慢 或者真的幫忙 譬如有時阿修會看很多外界怎樣看《思想真》的評論 是阿修都看完 所以他的壓力就會全被削 譬如我和豪哥很少看 或者我們看完很敏感 即是這樣代表什麼 不知道代表什麼 但阿修會想到這樣代表著會影響這些 然後又會影響這些 我們要面對 那我就想 我和豪哥起碼要明白他的憂慮 其實開頭不難的 但我們開頭反而是蜜月期 我們一年後才是艱難 即是我們不是先難後移 而是先以後難 你一開始很快得到很多東西 無論掌聲也好 甚至乎收益也好 但好像去到一個位置 然後期望建立了之後 就反而是 別人期望你 你已經表演了 即是大胃高拍飛 你已經表演了很多魔術 然後下一個魔術呢 這個都和上次過差不多 再下一個 有沒有得再厲害些 然後有一個位置你又開始搶自己 糟了糟了 怎麼再下一個魔術是甚麼好呢 我們十月是第四年 第一年不是要期過了 之後那兩年 第二年第三年 就是那個很大壓力 或者是一個自己都未判 我們自己都未判斷到 何為好何為差 應該是怎樣的情況 現在第四年就似是一個 調整的時期 很多次和同事之間的摩擦 溝通 諒解 我覺得 加難期過了那個位置 我感受到整個團隊 越來越團結 對我來說 曾經那個加難期 好像散了 頭家好像散了 我管你賺多少錢 虧多少錢 而頭家內部的關係好像散了 現在反而我覺得 好像上下有個心 是怎樣維繫 就是團隊維繫 他 拆火好像沒有說過 好像沒有說過 有試過有一晚罵通宵 有一次罵交通宵 有一次罵交通宵 最新的一次 因為我想大家 都放了很多心血 都一定不會捨得 融入 所以 閃火 請